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2月18日 波图预胜拉速重温旧梦 本周五凌晨 欧洲联赛附加赛将上演首回合的较量 其中波图主场迎战拉速的比赛值得关注 波图不但欧战经验丰富 而且经济整体表现极佳 不妨看好波图金帐利用主场之力先拔头筹 波图不但是普超三大豪门之一 29次夺得普超冠军 同时也是欧洲足坛署的上号的著名球队 资深一点的球迷 至今还对摩连奴在2003-04赛季 带领这家普超豪门勇夺欧关联冠军记忆犹新 波图拥有丰富的欧战经验 而且还战技不俗 如上届欧关联他们就闯入到半准决赛阶段 可惜被最终的冠军得主撤路是淘汰出局 今届欧关联波图命运不济 雨利物浦 马德里体育会和AC米兰分在同一小组 不过他们能够在死亡之组中力压AC米兰 位居第三位也算得上市虽败犹容 如今降荡来替的欧洲联赛对波图来说也并不陌生 要知道就在2010-11赛季球队还曾温顶过此项赛事的冠军 波图经济表现极为出色 目前22轮葡萄战罢球队好取19胜三合的不败佳绩 他们也是整个欧洲主流联赛中唯一一致仍然保持不败的队伍 上仗与世波平的强强对话 波图在二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 尤法比奥 维拉和麦迪 泰利美相继建功成功颁平比分 另外 虽然队长比比 利马费拉拿在此战结束后 双方球员群体冲突中的过击行为而导致被无限期停赛 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欧战中的出场 有这位后防线上的定海神针压阵 波图中江也显得底气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是两家球会历史上第二次在欧足联比赛中被抽到一起 第一次是在2002-03赛季欧洲联赛的准决赛中 当时摩连奴率领波图淘汰拉素 并最终捧起了当季的欧洲联赛冠军奖杯 今次两队再次对阵 波图试图重温旧梦 阵容方面 门将马杰斯和后卫云杜尔 波基斯被罚停赛无缘披甲 与波图相比拉素经济的整体表现稍性一筹 或者往深一步说还有点让球迷失望 联赛中拉素不但目前只取得12胜6和7负 早早被第一集团抛开 而且球队整个赛季的表现都不够稳定 取得的最长连胜仅两场 军场失波高达1.56个 糟糕的后防线演出令失路 恩莫比尼等一众攻击手的努力往往化为乌有 而在欧洲联赛中 拉素在分组赛最后一仗中 未能把握住机会 在主场被加拉塔沙雷破合 从而屈居加拉塔沙雷之后排名小组第二 只能来打附加赛 另外 对比起欧战经验丰富的波图 虽然拉素参加欧战的次数也不算少 但是球队成绩却相当一般 近20年以来 拉素在欧战中的最好成绩仅仅是止步于半准决赛 今届欧洲联赛小组赛倒数第二轮拉素做客3比0击败莫斯科火车头 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连续11场欧战做客不胜4合7负 并且此前在欧洲联赛淘汰赛阶段的最后4次做客比赛中输掉了3场 虽然历史上拉素在主场迎战葡萄牙球队时保持不败5胜1合 不过球队在做客葡萄牙的6场比赛中有4次败北 阵容方面 后卫法兰斯高 阿沙比和中场桑丹尼尔 爱博爱克普有伤在身不能随队出征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